今天上午的時候有民眾開車 在這個市區發現 竟然是有這個軍機出現在愛河的上空 搖煞車窗趕快拍下了 這一幕可以看到這個直升機 不但是很罕見的出現在這個市區的上空 而且上面還掛有飛彈 來看一下當時的情況 這個軍用直升機在市區中低空飛行 不只一位民眾有看到拍到 在這個愛河國賓飯店旁邊 也有民眾是拍到這個直升機 低空飛過的情況 而根據瞭解時間差不多是在上午十點半 左右 陸航兩架眼鏡車直升機 和一架OH58D 戰收直升機 是編隊出現在這個高雄市區的上空 由於今天這個中國解放區的東部戰區 是進行了圍台演習 所以也有民眾認為 這兩者是不是有所相關 不過再看看這個情況 這個眼鏡車直升機掛載了托式飛彈 還有地獄火飛彈 這樣的傾向恐怕對不少這個民眾來說 都是第一次看到